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全 下面为大家分享 阿比莫雷克 魏王 请大家聆听 昌年期第二十周星期三读经 攻读明掌记第九章六至十五节 那时候 所有的蛇根人和贝特弥罗人联合起来 在蛇根的纪念碑前那刻像树下 离阿比莫雷克 魏王 有人把这事报告约唐 约唐就上了格雷金山 站在山顶上 高声向他们说 蛇根人哪 请你们听我说 愿天主也听你们 有一天树木要离一个王 就对橄榄树说 请你做我们的王 橄榄树回答说 我的油用来敬礼神 尊重人 难道要我放弃铲油而去通知中树木吗 中树木又对乌花果树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乌花果树回答说 我要停止接甘甜的莓果 而去通知中树木吗 树木又对葡萄树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葡萄树就回答说 我的酒约了神和灵 难道要我放弃铲酒而去通知中树木吗 于是中树木对京基丛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京基丛对树木说 若是你们真心要离我做你们的王 就来躲在我的阴下吧 否则 京基丛中要冒出火来 烧尽黎巴嫩的香白树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中树木的兄弟姐妹 在明长记当中呢 我们知道 基本上描述的都是有关明长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呢 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那就是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国王 这个国王呢 当然也不被以色列人所承认 他就是基德红的儿子 当基德红带领着以色列人 战胜了弥德洋人之后 以色列人呢 便对基德红说 你既然从弥德洋人手中拯救了我们 请你和你的子孙做我们的君王 基德红回答他们说 我不做你们的君王 我的子孙也不做你们的君王 唯有上主是你们的君王 这就是明长记当中的一个 主要的神学思想 上主是以色列人的君王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的神学思想 所以呢 基德红不当国王 但是呢 却有人 窥探这个王位 那就是基德红与他的妾所生的儿子 基德红呢 他有70个儿子 这是跟他妻子生的 他有很多的妻子 但是呢 他有一个妾 这个妾呢 是十根人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叫阿比莫雷克 这意思就是说 我的父亲是王 我的父亲是王 这个人呢 他可以说不是一个 全以色列人的血缘血统 当时这个基德红娶那么多妻子呢 也可能是因为 属于一种政治的考量 与外祖来通婚 但是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妾 妾和妻是不一样的 而且妾的孩子呢 是不能承受这个家业的 可是这个妾的儿子呢 他心生邪念 然后回到社根 联合他的舅舅们 还有让他的舅舅对他们的家人说 他说你们愿意 七十个人来管理你们好 还是一个人治理你们好呢 他说你们要知道 我们都是亲戚啊 大伙一听 七十个人治理 不如一个人治理好啊 所以就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 律师 阿比莫雷克呢 就从巴尔贝利特庙里 拿了七十块钱 就是他的舅舅们 从他们的神庙里面 拿了钱 给了这个阿比莫雷克 然后他就用这些钱 雇了一些歹徒 把他七十个弟兄都杀了 只留下了约堂 因为约堂当时呢 不在 这就是基德红最小的儿子 逃过一劫 可见呢 这个阿比莫雷克 心狠手辣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信仰 虽然他是基德红的儿子 但必定他是和妾所生的 于是呢 他就杀了基德红的 其他的这个六十九个儿子之后呢 就开始称王 让他的这个舍根的这些人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民族 我们看到让他称王的这些人呢 基本上不是真正的犹太人 他们是舍根人和贝特弥罗人联合起来 在舍根的纪念碑前立阿比莫雷克为王 他这个卫王是名不正 言不慎 第一 他是利用了这种不正当的手段 取得王位 另外呢 他也是杀戮了他的弟兄们 虽然是同父异母 但必定有共同的血缘 不过他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为了自己能当上国王呢 就把他的弟兄们杀害了 当杀了他们的这些弟兄 要为王的时候呢 这个约堂 也就是基德红的小儿子 听说了 就讲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呢 就是说 森林的这些树木 先是请这个什么 橄榄树当国王 橄榄树说 我的作用是 这个油来敬礼神 尊重人的 他说我不能去做这些 去当国王去 然后问无花果 无花果说 我这个结美好的果子 也是为人服务的 他说我也不能去当 然后问葡萄树呢 葡萄树说我也不可以 因为我这个酒可以去敬礼神 也可以约落人 最后呢 这些树木找了谁呢 找了荆基 荆基 荆基层就答应 做他们的国王 这个比喻是非常的清楚 指出呢 这个阿比摩雷克 实际上就等于是荆基 既结不出好的果实来 又没有什么用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这个垃圾 他是一个垃圾人 约堂用这个方式来指出了 他的这个 为王的名不正 言不顺 另外呢 这个阿比摩雷克 他称王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自私的 也没有得到天主的许可 因为在当时 他们还不到出现国王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民长期间 这些民长们都是由天主所选拔 这些领导人都是天主所选拔的 可是呢 阿比摩雷克 他是靠着人的计谋 用暴力的手段取得王位 但只是当了三年 最后呢 也是被 在宫一大一个城堡的时候 被砸死了 结束了他的一生 这也是天主对他的一个惩罚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阿比摩雷克 他称王的这件事情 第一不是来自天主的旨意 第二呢 他犯了那么大的罪 杀害了他的弟兄们 所以最终也得到了天主的惩罚 因为在民长期间 民长们是由天主所拣选 来领导以色列人 而阿比摩雷克呢 他是自己称王 所以他的王位是名不正 言不顺 也没有得到天主的认可 而且支持他的人呢 只是他的舅父们 他们的家族 和其他的这个 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 而不是以色列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权力 可以让人失去人性 这个阿比摩雷克 为了权力 杀死了他六十多个 六十九个弟兄 这是非常残忍的 非常残忍的 我们看这个清朝 康熙王朝的这个 九子多滴这件事情 可能都因为庸正 太残忍 最后把这个老八 老十什么的都被 卷押起来 甚至杀死 要是比起 这个些人来说 阿比摩雷克呢 是更残忍 因为他杀的弟兄更多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什么呢 上一次我们讲了 这些民长是由天主 所算派的 来领导 以色列人的一个领导人 而阿比摩雷克 他不是真正的天主 所减算的领导人 所以最终呢 是恶有恶报 很快的就死亡了 一直当亡 当了三年 从这个角度 让我们看到呢 就是天主 所安排的 和人自己所做的 不符合天主旨意的事 最终呢 是会受到天主所惩罚的 受到天主惩罚的 另外还有一点 为什么天主允许他来称王 也是因为 当时以色列人 忘记了上主是他们的天主 他们又去 跟从巴尔诸神去行音 他们利巴尔贝利特 当他们的天主 正因为他们忘记了天主 所以他们 也受到了这个 阿比摩雷克的这个打击 天主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人 来再一次 使以色列人 受到一定的打击 我们整体来看就是说 明长记 所告诉我们的 虽然这些明长 不是国王 但是他们都是由天主 所拣选的人 如果一个人私自 为王 私自来当领导人 不为天主所祝福 因为他不是天主 所拣选的 因为这个职务 不是人想当 就去当的 我们在教会内 也是如此 我们教会内的领导人 不是你愿意去当 你就是能够当教会的领导人 而是要有天主的拣选 就是说 一定要有天主的圣招 如果一个人 没有天主的圣招 自己削尖脑袋 想当领导人 最后 天主也不会降服他